RW侠3比0零封微博确实有点没想到 乔西出现了一波逆天失误丧送好局 按照目前的积分 RW侠很有机会冲击SA卡外赛 而微博最后一场还要面对狼队 形势不容乐观 微博出是 微博出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新版本被打成这样的话 确实有点难受 就证明新版本没有吃透的话 你后面的话影响也会很大 第一局微博前期拿到了不小的优势 他们选择了笨狼冲锋 但乔西的公司离路过中路一塔 还没有出塔的攻击范围时 被敌人节一张黄牌定住 即便是给了复活也无济于事 公司离当场被秒 小A的辅助老夫子都能追着微博的人敲一路 也正是这一波糟糕的进攻选择 直接葬送好局 打了一波猝死团 第二局微博的阵容就很独特 大肆命编路射手莱西奥 这种组合在KPL出场的概率非常低 而绝胜团战 暖阳的功本自始至终都没有交出大招 花云公孙离一直在安稳输出 大肆命根本就限制不了 星宇的衣闪也被躲掉了 虽然乔西这个莱西奥经济并不低 但是面对凯和亚连完全打不出伤害 最后一局的团战也是有点离谱 鲁班大师先被打残了 导致微博众人的位置很尴尬 黄中就只能原地驾炮 但是大招结束又回到了仓皇逃窜的状态 敖尹闪现三火秒了王昭军 黄中再次做大 敖尹直接飞到黄中脸上打 根本不怂 状态火热的RW霞直接零封了北京微博 常年未居S组的微博 本赛季是真的脱离了强队行列 就像是R2年的TTG R3年的DRG一样 不大换血恐怕是不行了 RW霞和狼队很大概率去打SA卡维赛 而S组的后两名很可能是TTG和TCG 这个卡维赛说不定就要成为一组的内战了